你好, 政治揭露, 喂, 大家好 這部影片播出是5月11日, 喂, 大家好 好, 那我們先進正題議 請大家訂閱何止江有仇必記的頻道 分享、留言、讚好和按鈴鐺 請你們每天的12時或晚上看什麼影片 無論如何都好 好了, 我覺得不如說可伯和可伯的老婆吧 其實你看那些報道都是這樣形容的 叫聲稱的何太 當然就是說, 可伯年紀很大 林老才認識到這個女人 那他的子女覺得被一些外人入侵之後 在可伯不同意的情況下 就移走可伯銀行裡的450萬 就廢視給這個可伯的現在認為的配偶 就是聲稱的何太 就奪得財產這樣 整件事搞到熱烘烘了這樣 其實呢, 原本是一個家裡的事件 你捧到東張西望 東張西望呢 就很明顯呢 就在這裡搞一種呢 一個玩法就是 侮辱完李隆基就 林老入花槽 愚蠢 愚蠢 低B 然後甚至有些香港網友 恥笑李隆基 中間可得粉紅色的頭髮 其實李隆基是很清醒的 很知道自己在做什麼的 她說跟那位女士呢 的拍拖呢 她覺得真是 她喜歡跟她在一起 那呢 就不是你所想的那種呢 就是她蠢被騙 那我會覺得 一個人年紀大 她是單身想找人陪 想搞黃昏戀 為什麼要被社會裏面侮辱 說李隆基是林老入花槽呢 就是關你差事嗎 就是我覺得很煩厭的 因為你玩完李隆基 又玩這個可伯和他太太 就是 起碼聲稱太太 正式結婚就不知道 接著呢 現在就發覺 有一個聲稱的何太太 因為我不敢咬死 因為我不想說 跟那些網友 跟那些人吵架 我咬死他們結了婚 那他們真結還是假結 我不知道 就說這位何太呢 他之前呢 他之前呢 又有其他婚姻 那些事情 就被人起底 那我感覺到是一種網絡欺凌 那東張西網 我覺得呢 很不恰當啊 你說這些東西 你為什麼不扔去 這個 這個 扔去這個 武尼正經啊 我現在 換了一個模式 將黑暴起底的手法 放了下去啊 東張西網裡面 這些網友 一起一起玩 一起呢 將一些呢 私人的事件 上升到整個社會事件 跟著呢 就 侮辱老人家 說你搞什麼黃昏戀呢 這位女士又年輕你這麼多 年輕你很多 這位女士都四張的了 看過賣 四、五張啊 差二十年 就算八、八十歲 差三十年 可能五十歲 那 就算是用錢、銀交易 關你差事嗎 為什麼整個社會要攻打 這個姓何的老人家呢 雖然我都姓何啦 但是我覺得不正常啊 即是現在是黑暴的做事手法 我突然間 我將一個 一個呢 沒什麼人認識的阿伯 捧到他 做社會焦點人物 跟著大家一起起他們的底 跟著罵他蠢 罵他被人騙 如果一個八十歲老人家 他有錢 寧願給 他現在的情人 什麼都好 老婆都好 都不想給那些子女 那些子女 究竟對他好不好呢 我不敢說什麼啊 不敢說 那些子女一定對他不好啊 但是我們不知道 他可能單純想找人陪 而這位女士肯陪他 他覺得 那些錢是他的 臨死要分給 這一位女士 那麼那個女士哄到他寬心啊 他的子女哄不到他寬心啊 現在看來是這樣啦 那些子女用一些他 沒有問過他 搶了他四百五十萬 他說到那些子女 就完全不提他那些子女 這一種我覺得 叫做盜竊的行為 反而他說 這個老伯很蠢啊 和你和姬一樣 那麼蠢啊 就是我覺得 我原本不想說這件事情 但是我看到呢 福禄秀 李思哲 和阮兆祥 加入去欺凌這個老伯 我覺得很不安樂啊 OK 這件事情我先說這麼多 就是我覺得欺凌老人家 這件事情 是不可接受的 譬如說政府這個牙科診所 這個TVB做得對的 那 剛才那個可白 是否給東張西網欺凌呢 就 不是那麼好 新聞報 和東張西網可以說是不同的人 TVB的新聞報就在揭發嘛 或者說很多 他的蝙蝠話 哇 真的啊 你叫那些老人家 排十幾個小時的啊 去三次啊 下午五點排隊 原來呢 就要等凌晨十二點 那個 臨時醜 那個十二點 拿完的臨時醜之後呢 第二天八點要現身 嘩 那 那 五點 玩到第二天八點 那你說 啊十二點 可能拿到臨時醜之後 那 那回不回家呢 回到家 休息多久呢 現在呢 香港呢 我會承認啊 就是我自己呢 有時候洗牙呢 我是找香港醫生洗的 很貴的 九百幾 一千塊都有 試過 呃 我知道在香港種牙也很貴啦 是不是 那你如果你說回大陸種牙 有時候呢 看一些筆照 在火車上看到一些廣告 我不說那家 老人家 就說 哎呀 想種牙 就什麼 那家呢 那 就說幾千塊可以種到一隻牙 那 但是這些老人家呢 他們沒有辦法回大陸做洗牙的 因為現在回大陸洗牙 可能真的幾百塊搞定 就不用說 整 八百幾 九百塊 好像香港那些牙科醫生那麼貴貴 就是這些老人家 他們基本上很窮的 沒有錢的 但是政府提供的服務呢 極少 因為這些牙醫的診所呢 主要 就給公務員的 那所以呢 每間診所呢 可能一個禮拜就一次開放給公眾 每次 二十幾三十個醜 跟著呢 他們為了搶這些醜 他們這樣排十幾個小時 那為什麼你說 喂 你為什麼不拆開幾天呢 如果要分三次去 就分三天咯 是不是呀 那我 那個部門為什麼會禁缺人手呢 香港公務員是不是真的禁缺人手呢 還是 政府的管理有問題呢 是不是呀 就是你可以在office hour 做一個臨時登記 做完這個臨時登記 叫他明天回來做登記 啊 那再隔一天 叫他來看醫生 這樣 這樣也行 是不是呀 如果要分三次就分三天咯 不是 現在呢 叫你呢 分三次去 但是呢 那件事呢 要密集在 十幾小時內 你要完成 晚上十二點給個臨時醜你 第二天八點要葡萄 你們 玩東西呀 你們 即是你現在政府呢 虐待老人家 東張西望呢 就玩啊 可白 其實這個 我聞到那股味是黃絲味來的 黃絲經常說嘛 經常說什麼 四代香港人那些論述啦 又說我們香港上一代呢 就欺負年青人 炒鬼的樓宇 但是 排牙醫診桑那些 是沒有錢的阿伯來的 他有錢就不用這樣排隊 排到十幾個小時 排到這麼慘啦 對不對 即是我會認為呀 即是 你們那些弱老的文化 可能阿可伯有些錢 給子女欺負 然後東張西望就偏幫子女 因為 如果那些子女呢 問 謀著老爸老母的遺產 還要衰聲衰氣的時候 阿可伯 有個空位 沒有人關心 接著有人誠虛而入 但是人家誠虛而入那個呢 是令到他卻 我告訴你 老人家呢 都很多機心的 但是他會覺得 這個人真心關心他 又或者不理不理也好 他為了錢去關心他 但是那個關心的質素 令到他想給錢他 我們旁人說什麼呢 是不是呀 老實實 我覺得不應該 無論老人家有錢還是沒有錢 是不應該用任何方法去欺凌老人家 哦 起他 起他喜歡的人的底 就是他那個所謂何太 就是他 他的配偶 或者伴侶 的底 你起他底 你真的在打擊何伯 是不是呀 在幫他的子女 強行搶了他的錢 他臨死前不可以自由分配 那些錢是他的 他死前一刻怎麼用 那些子女都理論上是沒有權干預的 如果那些子女想干預的 你就對過伯伯好咯 現在你說 哎呀我不會對過伯伯好的 我用硬手法 上去東張西望 我引入電視台打過伯伯 逼他一定留些錢給我們做子女的 那東張西望 就變成了一個流氓的 的一個節目 敲詐這些老人家 幫子女 當然你們說 你都很主觀判斷 我說喂OK 我質疑一下 真正的真況我不知道 因為我不懂可白 不懂得他的伴侶 或者配偶 但是我覺得 我覺得有一點點 打壓這些老人家的行為 整個facebook 專業叫做什麼東西 可白和可白老朋友 關注了 兩萬多人 一起欺凌這對 這對 黃昏戀 我覺得真的很混蛋 你這兩萬多人 是不是很無恥 欺負老人家 覺得自己很厲害 可能我五十多歲 我同情老人家多些 是吧 我平時喜歡看福六首 但這次我覺得不舒服 但這次我覺得不舒服 除了這件事之外 香港政府有些都 牙科診所做得不好 但孫悠恆我平時都會罵 有時候說孫悠恆 做些事情未必那麼好 但其實 看來我覺得都不是那麼差 這次他很認真地罵 社工註冊局 因為社工註冊局 是一個法定機構 如果在維基條目 法定機構來說 就是說 政府寫了一條法例 大約九七年時 回歸前 九八年生效 九八年 社會工作者註冊局 就正式成立運作了 我想政府在監管裡很鬆 所以找了很多黃絲進去 但孫悠恆就說 政府已經 因為國安法生效 引入了很多 工作守則做了更新 如果社工參與暴動 甚至聚成的話 其實應該要吊屍牌照 但是社工註冊局 他們仍然保護這些黑暴分子 我之前的節目也有提過 其實很多社工 是在暴動裡面深入參與 甚至他們接觸到一些南亞人 接觸到一些導遊 他們負責安排他們 在不同的位置裡面去搞暴動 譬如說 哎呀 你推了一些導遊 站在警察的面前 警察撞到他 他就說哎呀 你撞死我了 接著要屈警部 佔中時已經有這些事情 黑暴時我相信都有 這些導遊啊 這些真的可以說 這些人長期要社工去聯絡 照顧啊 現在社工就找這些人參與暴動 很多社工以他們接觸社會低下層之利 他們幫肥佬禮派錢給這些低下階層 叫他們參與示威做人頭 我說過這些東西 但是現在孫玉恒就罵 喂 社工註冊局 有得這些在 告被動罪的人 繼續做社工 證明我之前說的東西是真的 那麼政府現在說 哎呀 立了23條了 對這些法定組織裡面有這麼多黃人控制 現在開始出聲動了 我不知道下一步會不會說 重組啦 或者是會推出什麼新的法例還是什麼方法啦 又或者呢 要怎樣重整這個結構 又或者我覺得有時候可以廢了這個社會工作註冊組 弄另一個法定機構去代替它都行 但是政府要浪費很大的力氣都不行 但是不要緊的 我覺得政府起碼知道這些法定組織被黃人控制了 這個是重要的 有時候我看到呢 金管局呢 搞些什麼 搞很多這些 不知道什麼 什麼年金啊 那樣 為什麼會找張繼聰去賣廣告呢 張繼聰是黃到混蛋的 是不是 那就是告訴你 金管局其實都是黃的 有時候 勞工局 為什麼會找歐錦棠去賣廣告呢 那因為勞工處是很黃的 裡面的公務員 所以特意找個黃人 無端端又說夏天很熱啦 然後找盧覓雪 其實政府部門也好 或者法定機構也好 很多黃人在裡面 政府現在呢 開始勾出來罵 開始去清算 都是一件好事啊 3月的時候啊 舉重建立 總會的主席啊 直接就叫做 葉永玉啊 公開說說香港是一個比較小的國家 現在呢 香港政府呢 在昨天5月10號呢 都有一些動作 就說 喂 呃 說 要 港 港協和記奧委會呢 要追究這件事 說違反一國原則啊 不知道最後怎樣處理呢 舉重建立協會 但是香港政府呢 基本上呢 對這些黃組織呢 出手去 去清算他們呢 我覺得是很應該的 但是呢 社會裡面呢 黃絲這些維蜂呢 譬如說 哎呀我建一個可伯 老婆底 我 我用網絡欺凌 這個可伯 那這些都是很黃絲的手法來的 就是我希望這個社會呢 盡快脫王啊 就是欺凌一些呢 普通人是很不應該的事 先說這麼多